好 另外来看到国军第55届文艺金像奖美展 从9号开始会在全台各县市巡回展出 而今年的第一站就在吉安乡浩克艺术村盛大登场 不管是透过漫画创作 静态影像还是国画书写等方式 都充分体现出国军弟兄没日没夜捍卫家园的坚定决心 国军第55届文艺金像奖美展 从9号开始全台巡回的第一站 就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盛大登场 今天来到我们吉安乡 来到我们花莲 最主要就是把我们国军在防疫 就是抗疫 也就是救灾 或者是在展现我们军人保家卫国的英勇的一面 把它表述出来 那表述出来 让我们每一个到了每一个地区的时候 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些 我们军人面对这个危险的时候 不怕危险 勇敢的去面对危险所展现出来的美 我想这个可能这个要非常大的勇气 经过这个老师们细细的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细细的去品尝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次在美术类别总共有54件作品获奖展出 主题涵盖军事艺术与生活 把阳钢的战斗气息透过色彩笔墨光影结合 展现出不同于一般的创作张力 那跨学兵在做我们防疫的工作这项任务上非常地积极 所以我们整个国内的疫情可以全面地掌握 甚至目前是在各国际上 我们目前台湾的一个绩效是最优的 我们要向全体付出的国军跨学兵的弟兄们的心情付出 我们要用掌声来鼓励他们 而这项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3月18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住宿参观欣赏 记者徐立芹吉安相报导